从老家里面我过来的时候带回来的排骨 今天做一个红烧排骨 我们自己家的排骨感觉比人买的稍微要肥一点 现在开始操作 先开火 锅里面加入清水 这个排骨焯水一定要用冷水下锅 这样子才有效地把里面的血水能够逼出来 再加少许的料酒去腥 烧水的同时咱们准备一点香料 八角 桂皮 两片香叶 再来两片生姜 两个葱段 现在锅已经开了 把上面的沫子用勺子撇掉 然后把排骨用漏勺捞出来 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把上面的血沫清洗干净 然后先放一旁待用 接下来开始烹饪 锅里面少倒一点菜籽油 再下入几粒冰糖 小火慢炒 先用勺子将冰糖拍碎 拍碎后能够化得快一点 一直不停地搅动 将冰糖炒到枣红色 倒上排骨 把准备好的香料也一同下锅 用中小火翻炒 再碰一些料酒去腥 接着倒入清水 没过排骨 加一点老抽 上色 我还喜欢加一点蚝油 不喜欢吃的话可以不放 再加少半勺的食用盐 因为蚝油里面有盐 所以盐不要太多 开锅后盖上盖子 转小火 煮45分钟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切开锅盖 用筷子将里面的香料挑出来 这个时候将火开大 出锅前也可以加一点点的鸡精调味 大火将汤汁稍微烤一烤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有的朋友可能不喜欢吃用糖色做的 不喜欢吃糖的完全可以不用放 用酱油烧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加豆瓣酱 一道软烂鲜香的红烧排骨就做好了 请大家参考 我是响哥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 这个是你的饼饭 来一口 你会错了吧 你是错了吧 吃错了 这个脆腹好吃 吃吗 我给你吃 脆腹 嗯 你吃不